据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已经有150架歼20正在服役 但是专家却说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 那歼20究竟有多厉害让我国如此需要 还需造多少架才够用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 歼20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机型 歼20战斗机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五代机 到现在服役已经有六个年头了 是我国空中战斗机群的主要力量 歼20是我国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研制的一款 第五代隐形制空战斗机 其具备高隐身性 高态势 感知和高机动性的能力 早在2016年的时候 歼20就完成了它的首次试飞 不仅在现场引发了各路媒体的轰动 同时更是震惊西方各国 因为他们没想到中国的隐身战机 竟然可以研发的如此之快 而且歼20还有一个非常威武的北约代号 延迟即带火的牙齿 轻轻咬一口就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歼20全长达21.2米 机身高4.89米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37吨 而且其可以搭载重达11吨当量的武器 歼20搭载了涡扇15发动机 这就使得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马赫 近2450多公里每小时 680米每秒 其作战慢性可达2000公里 也就是说 只要谁敢试图侵犯华夏土地 定能叫它有来无回 而歼20的隐身性能 其中体现在它的气动外形的设计上 不规则的外形将雷达波进行一个慢反射 将其无规律的弹开 既然让雷达信号探测不到歼20的存在 从而实现秘密的空中火力打击 我国不断的增加歼20战机的装备数量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歼20作为我国目前最先进的 且性能最佳的一款战机 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我国空中力量的主力部队 而我国之所以要装备这么多歼20战斗机 其主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威慑周边地区 其真实目的相信懂的都懂 目前美国在意的F22战机 只有180架左右 但是F35战机的在意数量足足高达2400架 不仅如此 北约各国以及日本韩国同样部署了F35战机 所以为了应对美军未来在亚太地区部署F35的压力 我国就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而且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就是增加我军歼20战机的服役数量 据了解 美军未来在亚太地区部署的F35战斗机 可能会超过200架 而目前我国现已150架歼20战斗机 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应付得了这些情况 所以面对周边各种不稳定因素 我们就必须增加歼20的列装数量 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歼20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防御性战机 它们的设计更适合有余进攻 所以单纯的防御是对战备资源的一种浪费 同时歼20的日常维护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物理 因此为了应对美军 未来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的威胁 中国至少需要部署100架歼20待命 而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实际的歼20数量必须达到400到500架左右 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能调动100架功能完善的歼20出任务 才能确保本国的领空不会受到他国的威胁 空中力量的强大不可能只靠歼20组成 那我国的空中力量还有哪些重量级装备呢 目前中国空军主力主要都是以歼20战机 其中就有中间力量的歼20战机 以及歼20战机 以及歼16战机 歼10C战机 以及歼15舰战战机 轰6系列战机 空警系列预警机 以及运20大型运输机等辅助类飞机 各种各样的机型组成了我国空军歼10的空中力量 截至目前 我国用的第三代战斗机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歼16战机绰号炸弹卡车 顾名思义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 同时搭载了最先进的雷达和光电瞄准系统 能够轻松实现海上以及全天候的精准打击 而歼10C战机 虽然战斗力不如美军的F16 但是在综合多方面来看 它就是一个多用途突出且在导弹制空方面占优的机型 而歼6系列就更不用说 是我国目前在意的主力轰炸机 虽然它的各项性没有美军B2轰炸机强劲 但绝对是国土防御力的中流砥柱 当然 我国的空中力量一直都在增强 而近日 中国空军某宣传编就表示 近期将会有一块化时代意义的战机首飞 而各路军迷更是纷纷表示 这将会是中国轰20 而一旦情况属失 那就意味着中国在远程轰炸能力上将会有质的飞跃 而这也会将整个世界历史重新书写 可能到时候美国也不敢随便在我们的地盘挑衅 因为后二十可以轻松抵达美国本土上空 实现全境轰炸 而这一消息让众多西方国家坐立不安 同时我们也相信 中国的空中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空军也能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的主要力量 我们下期见